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是新大学今日发生砍杀案,陈信南大生,20岁,三年级,追求实信女大生,19岁,二年级,遭拒于是在校园内持水果刀砍杀对方,所幸使女送医后并无生命危险,陈南则被逮捕。 媒体报道,校方表示陈南原市学校的关怀,个案将和家长讨论,建议陈南先休学。 中央社报道,是新大学公共事务长叶一章表示,陈南今年2月转学到世新,由于陈南个人的特殊状况,所以校方主动将他列为关怀,个案,并从11月开始多次主动接受自伤,也在自伤过程中提及诗女。 叶一章表示,陈南和师女本学习同修一堂课,不过接受资伤后,辅导人员建议两人最好不要,所以后来陈南推了这门课,在资伤过程中并没有发现陈南有特别异状。 叶一章表示,将对两位当事人所属班级,案发班级学生提供适当辅导,并等使女心理状态稍稳后,提供创伤辅导。 由于有学生在事发现场拍照,校方认为陈南的情绪可能会受到影响,将和家长讨论,建议陈南先休学。